我還喜歡其他的科學館 真的好喜歡 因為一進共讀站 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以森林峰為主軸的閱讀空間 充滿了設計感及趣味性 我們把樹移到空間裡面來 同時我們做了一些很有趣的閱讀空間 比如說我們做了樹屋 樹洞 鞦韆椅 讓孩子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不同的閱讀的氛圍 真的好舒適 啟用第一天 校方安排了系列活動 讓孩子們深刻感受到 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很喜歡草皮區 因為它很漂亮 我下次還想要在這裡看書 它可以讓我變快樂 我覺得這個圖書館的空間很大 可以讓我放鬆在這邊看圖書館的書 我最喜歡在書裡面看書 在裡面有很舒服 學校的圖書館都很好看很有趣 新的這個共讀站這邊 這邊的草地我覺得真的是 感覺躺上去就會很舒服 然後樹洞雖然小小一個 但是也看起來很柔軟很舒服 可以讓我們更好的去看書 我覺得那邊的椅子看起來跟原本的那些椅子完全不同 感覺會更多 然後坐起來應該也更舒適 所以說以後如果來這邊閱讀的人一定會更好 感謝所有協助的單位 讓嚴謹期盼的孩子與社區居民有了森林風的閱讀空間 我們這案子其實從111年的11月開始申請計畫 那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審查 那後來終於通過了 那這個空間我們在施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概花了70天的時間完成 那在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我們每天在施作的過程當中 孩子們每天都會在門口 一直在詢問說什麼時候可以進到這個空間 因為當空間有一點點變化不一樣的時候 孩子有感受到這個空間明顯的不一樣 而且很喜歡 那我們要特別謝謝營造廠的幫忙 提掃完工 讓我們孩子能夠在寒假的時間 就可以開始享用這樣的空間 學校新設置的社區共讀站 然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閱讀環境 可以讓學生進行閱讀 然後也希望生美國小的學生 跟住在附近的社區民眾 可以利用時間多來學校看書 然後培養閱讀習慣 然後讓自己有更好的休閒生活 圖書館整體變得很明亮 然後畢業後還可以再來 覺得很好 教育處希望共讀站能成為學生 家長及社區人士交流閱讀的平台 也希望透過共讀站 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激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圖書館是一個學校的知識寶庫 我們要怎樣創造一個優美舒適的環境 吸引小朋友進來 然後還要就是有滿滿的大量的館場 讓孩子可以進來尋寶 這是非常重要 這幾年市府利用前站計畫的經費 陸陸續續已經完成18間社區共讀站 也在今年年初陸續再完成4間 後續也會再完成2間 我們希望有更多更棒的優化環境 可以讓更多的孩子來體驗閱讀的樂趣 結合光 風 景 書林 櫥窗 營造全新及舒適的閱讀環境 讓青獅森及社區一起共享閱讀的美好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